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拼天女王首作坊的创办人张静怡 来接受我们人物专访 哈喽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老师本人很有气质 谢谢 是 想要先进老师跟大家分享 拼天女王的这个名称来源是什么呢 拼天女王是 是几年前我要开部落格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问我女儿说 妈妈想在网络上开个部落格 你可不可以帮我想想看 我用什么名字好 然后她就说 想不起来 有一天她就睡中午睡晚 叫起来就跟我说 妈妈我想到了 你就叫拼天女王 叫女王会不会太嚣张 她说不会不会 就是要叫女王 人家才会来看 是 就这样拼天女王就有了 所以是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的 是 那因为老师之前其实从事钢琴教学 是怎样的起心动念 进而进来这个艺术创作的领域 我的小姑呢 她是留学日本 她非常喜欢棉布的包包 是她自己做 那有一天她来我家的时候 她就拿着她自己做的棉布包 然后上面有贴了花样 她问我说 嫂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说 你不知道很漂亮 这上面是什么 好像是贴上去的 她说这叫蝶骨巴特 贴上去的是餐巾纸 我就觉得哇好稀奇 好有意思哦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做 是 那可以请老师简短的跟大家分享蝶骨巴特是什么 其实蝶骨巴特呢 它就是 DECO PAGE 然后就是以纸材为主 就是最主要的素材就是纸杖 那任何的纸杖 它可以贴在任何不一样的素材 其实在国外呢 它是应用很多是在家具改造 对 在台湾现在也是 我们都会做在一些木头啊 玻璃啊 然后包包啊 台湾最爱做的包包上 所以其实任何喜欢的图案都可以转印在这个上面 所以是从那时候接触开始 就进而喜欢 然后开始创作 对 那一开始有想说要把它当成是职业吗 还是只是有兴趣做而已 没有没有 刚开始就是很喜欢每天都做到半夜 太喜欢了 因为每个都 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想法 我可以一直 一直无限的想象 然后完成每个作品 是 那 后来是因为 我把我的作品 铺在网路上 就有一些人问说 老师你有在教学吗 我想要学这样 就开始教 是 从那时候就开始进行的教学这件事情 那一开始其实也是跟先生一起的 包括你的行销啊 金等等都是在帮你负责的 他甚至还开发了一项商品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因为我们那时候用的拼贴胶 就是很臭的 是 对 然后我的先生他因为他做 他做跟欧洲美国的生意 他们也 他们的产品都需要用一些胶 那他知道说这些胶都需要有SGS或者是欧盟的安全认证 是 他认为我们用的东西都没有 就是品质都不行 所以他就帮我们研发了一些 他认为说它是环保安全的没有臭味的 无毒无臭的商品 就是一个安全的交际 对 他其实也是想要让你在创作的途中 就是一直长期创作不要闻到那个味道 顾于身体健康 对 想帮你做这件事情 是 其实是很贴心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跟先生一起努力 然后做打拼 对 他帮你处理一些外部的事情 然后你很认真的在经营创作 认真教学 是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对 那其实毕竟大家都知道创业不容易 尤其是一开始可能面临招生啊等等的问题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嗯 其实哦 我们刚开始 包括研发产品啊 招生啊 还是说要做什么课程 其实我先生有很多的点子 应该要怎么招生 这个课我们要怎么样去推广行销 他都很多的点子 所以我就是他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只有教学 嗯 然后研发新的课程这样而已 嗯 那就是你说有什么 在公司的发展上 其实我没有什么问题 哦 不用太担心 对 那后来 是因为先生 在十一年前因为感冒 然后就是 肾衰竭 然后很快的两天就走了 哦 这个真的是 最大的打击 打击很大 嗯 因为太突然 嗯 对 然后你那时候还是要一肩扛起啊 然后再进行 你甚至是有几年的时间是无法进行创作的 是的 是的 但是 嗯 你说 嗯 因为先生还有其他的公司 所以就是 我的公司跟先生的公司 这些我都要做安排 然后 然后这些我都不懂 嗯 然后我还要继续教学 是 继续工作 是 嗯 然后等于你一瞬间要学习很多事情 可是我觉得我最佩服老师是你那时候甚至是还继续去念研究所 对 这是跟先生的约定 本来我们要一起去的 哦 嗯 所以呢我就 继续去念研究所 嗯 当成是他跟我一起 嗯 就变成他跟你一起的连结 对 再来是你除了进研究所以后 你后来还去美国进修 是的 在 我在中正大学的时候 认识一个很 嗯 一个很厉害的瓷器老师 嗯 他是在美国 是 他是回来台 他回来中正大学演讲 哦 所以在那时候认识他 所以我就 决定我 呃 我要去美国找他 是 然后这是学陶器方面的 去学瓷器 哦 瓷器不好意思 对 右上材 哦 是 这变成是你的兴趣之一 嗯 我觉得就是不同领域啦 那看到不一样高度的 嗯 对 的艺术领域 对 可是我觉得在你 呃 去读研究所 以及去美国进修的这个时刻 其实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你应该也学习很多 当然当然 都是有这些朋友可以 呃 就是让我再更成长 不管是 就是 痛苦的时候 开心的时候 伤悲的时候 他们都陪我度过 嗯 真的要非常感谢他们 而且老师也一直不放弃学习 一直不断地敬敬自己 啊 学习是一定要的 嗯 而且我感觉你是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你是很开心的 开心 因为你会觉得很多 学到很多新的不同的东西 那往后带给你的学生 也会是不一样的感受 是的 是的 所有的养分呢 都可以变成我创作的 嗯 动机跟想法 嗯 没错没错 那也可以请老师跟大家分享 我心里面是什么 嗯 心里面 是 嗯 我就是喜欢教学 嗯 就是觉得 呃 对教学 非常的有使命感 嗯 所以不管说现在我是做叶古巴特做琉璃彩 就是在这里我想要给学生最好的东西 是 他们我所有知道的东西 嗯 所有我可以想象的到的可能性 嗯 让他们可以 呃 创作更好的作品 嗯 有更好的点子 去完成他 嗯 以后的创作 是 因为老师其实不只是教专业性 甚至是 可能未来他要出去当老师啊 创业的话 你会有一些方法教育他们 的因为我们最主要是培训 呃成人艺术教育的四肢 迭古巴特琉璃彩 對 这些四肢 那这些老师呢 我们到目前 嗯 已经培养10几年的时间 已经培养了大概 将近800位的 catalog的到 connaître 是 跟我上过课的学员呢 大概有 呃過万人次 哦 ente 对 如此 非常多耶 非常多 也谢谢他们 所以其实老师现在除了开了 是那个 蝶骨八特 是有分三阶的师资阶段 是 我们没有办法像有一些师资的课 就是很简单几天就完成 因为这个还是有一些专业 有一些技法内涵的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课程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让他认识这个专业 第二个就是说 你当一个老师你必须要认识这么多的技法 到第三个高阶的阶段 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些老师 可以回来做一些更高阶的 像家具啊 比较大的作品 那他们如果可以handle 比较大的作品的时候 以后再教学做一些小东西的话 他们就会如意得水 原来所以其实零基础的也可以去熟悉 所以除了蝶骨八特 再来第二个是琉璃彩的部分 琉璃彩是我们 我先生在的时候呢 他就是我们申请的专利 就是他的做法呢 有很多是我们研发出来的 所以我先生申请的专利 这个目前在大中华地区的话 就是只有我们有 对 那我们把它变成一种 一种颜料跟做法 然后来交给这些老师 让他们可以来呈现 哦 原来如此 所以其实 琉璃彩的这个专利技术 是由您这边所提供 所以就算今天老师出去自己创业 也是可以向您购买这些商品 是 再来还有一个很有兴趣的是 金箔艺术 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2025年要新推的金箔艺术家证书 这个还是以琉璃彩为主 就是等于是琉璃彩的高阶 但是我们呢 就不限定琉璃彩之外的媒彩 比如说我们是以琉璃彩入门没有错 对 可是呢我们采用了其他的金箔 压克力 油画 书法 各类的 甚至各类的纸张 让这些学员呢 他可以去寻找他自己比较适合的 他喜欢的 然后我们来整合他的点子 他的想法 然后做在作品上 是 然后希望他们有这些训练 然后让自己的作品可以 可以再进一个街 是就是可以耀扬国际 是是是 希望说这个作品可以得到 那个国际的肯定 那我们也会推荐他们参加国外的展览 就是帮助台湾有才华的学生们 可以更展露他的艺术气息 然后可以耀扬到国际上 对 希望他们自我的肯定 找到自己的价值 没错这很重要 是 因为我觉得老师很棒的是 你的学生其实你很多都是客制化 对 当然 你会一个一个去教学 每一个学生都不想做跟别人一样 对 尤其是我们的作品通常都比较大 比如说我今天要开一个行李箱 如果行李箱每个人都做一样 是会没有什么特色 所以都不一样 所以等于你就是会一个一个去看 然后点出问题 然后再帮助他们去做改进 是 那在这么多来来回回的学员当中 有没有什么回馈是让你觉得 你做这件事的成就感是往上跌深的 嗯 嗯 可以让我一直想要继续做的动力啊 嗯 我真的觉得从学生的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 嗯 包括他们 没有成型的点子 嗯 这些点子都可以是我创作的动力 是 对 然后跟他们变成好朋友 哦 然后 一起分享生活上很多事情 除了作品以外 嗯 对 我觉得 这些 这些人情感情都很无价 嗯 没错没错 因为我觉得你可以在从教学中交到朋友 代表学生们是真的很认同老师 也很喜欢你 我也很喜欢他 哈哈 但是从学生就师徒关系变成是朋友关系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 他们一定也能感受到你在工作上的热忱 所以敬很欣赏你 嗯 希望是这样 因为老师其实除了拼天女王手作坊这个 你还有在2010有创立了另外两个品牌 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嗯 因为呢 我的先生呢 要做一些安全的交际 所以呢我们就 嗯 创了两个品牌 一个是AGS Possibility 对 一个是191 嗯 那这个 AGS Possibility 原来是在美国 哦 我们美国公司创立的 那后来因为先生过世了 所以把这个品牌就直接拿回来台湾做 嗯 对 那这个我们所有的课程啊 证书课程 私自课程 都是AGS这个品牌 哦 了解了解 然后我们会再跟协会 嗯 像目前我们是跟台湾女艺协会 嗯 来合作 哦 了解 哇 老师身兼多个品牌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但是你还是有你的团队在帮助你 是是是 就是专心于你的创作与教学 对 嗯 那因为老师其实才刚从韩国参展回来 是 那也可以随便分享一下这段记录以及未来的短中长期规划吗 OK好 嗯 我刚从韩国的首尔国际展回来 我觉得 在韩国我看到就是他们大街小巷的文化跟艺术的氛围非常的 非常的好 嗯 我觉得台湾可以更好 嗯 对 那那我从这些展览里面可以发现到说 其实台湾的艺术的水平其实是高的 嗯 但是呢我们怎么样让国际看到 嗯 怎么样让自己有那个信心走向国际 对 所以 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明年的这个金博艺术家展 我们可以协助来上课的这些艺术家们 嗯 他们推荐他们参加国外的展览 嗯 肯定自己的作品 嗯 对 也可以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所有人才 看到自己更高的价值 没错 应该说我觉得大家都要更保有多一点的自信心 是 把自己的才华展现出去 那藉由可能老师的教学啊 指导等等的 也可以更肯定自己的能力 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如果今天有个年轻人跟老师一样 他想要踏入这个创业领域 那你有给他什么建议 嗯 如果他纯粹只是想要踏入这个领域 嗯 应该是他喜欢 嗯 因为他爱手作 他会考虑嘛 嗯 那我当然会 嗯 很 我会很鼓励他进来这个领域 是 那但是呢 这个赚不了大钱 哈哈 这很重要 如果说 如果说成功的第一是赚大钱的话呢 做手作是不会赚大钱的 嗯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 肯定自己 然后 有一些 有一个自由的工作 嗯 嗯 是很棒的 没错 没错 嗯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 对 对 我觉得我很欣赏老师的是 因为我一直在这段访谈当中 我一直看到你对你工作的喜欢 跟热忱 你是很投入在里面的 非常喜欢 对 你很喜欢教学这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你也看到你学生的回馈 对对你来说也是很棒的肯定 那其实今天如果创业者要进入这个领域了 当然 热忱是一定要够的 嗯 因为你热忱不够其实 我觉得展现在作品上 嗯 对 是没错 作品就不会这么有温度 然后可能会 可能会让你喜欢 但是可能不会那么的喜欢 对 因为我一直会觉得 艺术家跟他作品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不用担心 嗯 就是 我有 我可以当你的靠山 所以你这些想要做 就是想要当这个当成你的第二斜杠 或者是说想要真正当成主业 有任何问题 我都可以当你的靠山 所以今天有创业理念的都可以去找老师 是没问题 他可以教你技术方面的更专注一点 然后更深沉一点 那也可以教你如何是去做创业 会让自己更自信心的发挥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互相鼓励跟支持 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没错 是很谢谢老师今天来参加我们的人物专法 谢谢 很精彩的故事 然后也谢谢你对艺术的付出 嗯 希望 希望未来这个就是金箔艺术家的证书 可以越来越多人参与 然后甚至到国外参赛耀养国际 是 那我们再次感谢拼天女王手作坊的创办人张静怡 来接受我们人物专访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